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小慧 从本月11号起 违反任何SOP的人士 将会面临1万令吉罚款的新条规 引起了大反弹 为了平息众怒 政府今天就公布了 从即日起生效的新指南 也就是抵触一般SOP的人士 比如说没有戴口罩 或没有扫描麦斯加特拉的人士 一律罚款1500令吉 若在一周内缴付罚单 还可以获得50%的折扣 掌管国会与法律事务的 首相署部长拿督达基尤丁 今天和卫生部长拿督斯里阿汉巴巴 召开联合记者会时 公布了这一项新的罚款指南 内阁议决将违反SOP的 主要七个行为 分为高风险 中等风险和一般风险 这三个类别 所有违反 SOP行为的 个人罚款最高不超过 根据新的罚款指南 所有因为抵触一般 SOP 而接获罚单的人士 如果在一周内缴付罚款 可以获得50%的折扣 第二周缴付罚款就有25%折扣 超过两周就没有折扣 达基尤丁也补充 政府会成立一支油军警 卫生执法官 地方政府组成的监督执行标准 作业程序队伍 加强宣导工作 包括先对犯错者提出劝告 屡劝不听的人才会收到罚单 这支队伍预料在4月1号前成立 所有的成员都会佩戴必戴 让人民容易辨识 彭亨州官单一名小诊员 在本月12号接种新冠疫苗 不料在4天后病逝 坊间也因此传出了 他是因为接种疫苗丧命的说法 彭亨卫生局局长拿督巴哈里 今天就驳斥了这个谣言 强调该名小诊员是死于心脏病 巴哈里说 死者生前患有心脏病 糖尿病以及高血压 去年7月起就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治疗 当时医生更建议死者进行心脏手术 巴哈里说 死者本月14号心脏病发 宋院急救 昨天宣告不治 并非网民所指 是因为接种疫苗所致 因此他也促起民众 不要再散播不时的谣言 把镜头转向今天的接种计划 首相戴斯里姆尤丁在今午完成 接种第二剂的美国辉瑞新冠疫苗 成为国内首个正式完成 两剂疫苗接种的人士 同样完成第二剂疫苗接种的 还包括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 以及另四名医护前线人员 这六人都是在2月24号接种首剂疫苗 在21天后 也就是今天 接种第二剂 完成疫苗接种程序 而在威南出现了13名学生确准的 五级淡文静群小学 今天再一次地创下了零出席率 全校的76位老师当中 目前有27人包括校长必须居家隔离 虽然连续两天创下了零出席率 但校方还是为学生提供了线上教学 和静群同样出现零出席率的 还有淡文区的四间幼儿园 另外三间华小 以及一间幼儿园的出席率 也大幅度下滑 继为难的两间华小之后 北赖中华三校今天宣布 该校有一名三年级的学生确诊 该班的全体学生和四名老师 都必须居家隔离到本月20号 疫情数据方面 截至今52点 国内再新增1,219宗确诊病例 相比前两天有稍微的提高 学州新增499宗病例 是新增病例最多的州数 国内今天再有两人病逝 是今年1月至今 单日死亡病例最低的记录 为了推动国家经济 政府今天在加码宣布 总值200亿令吉的经济与人民强化配套 其中为了继续支持中小型企业 政府也将继续推出了 微型企业特别援助金GKP 预计有超过100万名企业家受贿 来看看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在今天下午5点30分的特别演说 在这个经济与人民强化配套中 为了支持中小型企业 而推出的微型企业特别援助金 将会在4月1号开放申请 预计超过100万名企业家受贿 符合资格者将会获得一次性的1000令吉 慕尤丁也说 政府意识到还有一些领域受到疫情的影响 因此政府将会拨款7亿令吉 继续推行工资补贴3.0计划 这将持续三个月的计划 预计会有37000名业者受贿 截至今年的3月5号 政府已经拨出了144亿令吉的工资补贴 协助270万名雇员和33万名雇主 尤其是疫情期间受到严重打击的旅游业 政府已经同意提供3000令吉的特别一次性援助 给5000间和旅游艺术及文化部注册的旅游公司 4000间注册民宿 则可以获得600令吉的一次性援助 另外政府也拨出了12亿令吉 为失去收入的B40群体 以及月入1000令吉以下的人民关怀援助金 BPR受贿者提供一次性500令吉的援助金 穆尤丁也说 随着大马开始落实新冠肺炎免疫计划 政府之后可能不再需要在全国或州属 落实行动管制令措施 吉打州双西大年一名三岁男童 昨天早上由院长载到幼儿园后 却忘记带下车 单独留在车内直至中午才被发现 而这一名被关在车内超过4个小时的男童 已经昏迷不醒 送院后证实不治 该名女院长已经被警方逮捕调查 刮拉姆拉县警区主任阿兹里助理总监指出 这一名院长在昨天早上 载着3岁乌翼小死者和另一名5岁学生到幼儿园后 就直接把车子停在幼儿园外 老师把坐在前坐的5岁学生接入学校 但坐在后座的小死者却被遗忘在车子内 直到中午12点15分 院长准备再送小死者回家时 才发现小死者已经在车内昏迷不醒 尽管立刻向男童进行急救 并联系救护车把他送院 但男童已经证实死亡 警方严扣这一名系科级院长三天 并将援引儿童法令条文展开调查 来看社会新闻 彭亨州文东一名患有忧郁症的少女 因为沉迷电子游戏 被父亲没收手机后 竟然企图跳桥自杀 庆幸的是千军一发之际 被警官成功救下 才不至于酿成汗室 这场自杀闹剧 昨天下午大约2点 在加勒大道的成功岭度假村大桥上发生 武吉丁以警局局长马之南高级朝长 率队到现场后就立即封锁该路段 并展开游说和拯救行动 最终成功趁着少女不留意的时候 将她拉下桥 少女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将会援引刑事法典 企图自杀条文调查此案 镜头转向吉隆坡 靠近敦拉萨镇的淡江高架天桥工地 今天凌晨5点多发生了一宗死亡车祸 一辆轿车在发生擦撞后失控冲入工地 并撞上了天桥柱子 车子起火狂烧 37岁的华裔司机夹闭车内 消诊员到场后迅速灭火 动用工具切开车顶后 才成功抬出了死者的遗体 来关心国际动态 台湾苏花公路东澳段周二 发生了游览车撞山壁的事故 造成6人死亡 39人轻重伤不等的惨剧 发生意外的游览车是在周二下五四点多 回程行经苏花公路东澳段时 撞上了山壁 车身严重损毁 左侧后半车体的铁皮削毁 车身破大洞 物品和车身碎片散落四处 现场一片混乱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游览车的游信司机向现场记者表示 事发当时踩不到刹车 但意外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警方调查 其中6名死者家属 今天凌晨在苏澳警方的护送下 前往事故地点招魂 家属们痛哭失声 不断地向亲人哭喊 我们回家了 场面哀气 美国亚特兰大市郊区的一家按摩馆 和室内的两家水疗馆 当地时间周二接连发生了枪击事件 至少酿成8人死亡 1人受伤 警方随后成功逮捕了被指认为第一起枪击案的 21岁白人男子龙恩 并正在调查 这三起枪击案是否有关联 近年来 美国的种族歧视和仇外情绪高涨 压抑成为了无端被攻击的目标 当地媒体报道 这三间按摩馆和水疗馆的员工多数是亚裔 两家水疗馆的四名受害者都是亚裔女性 第一家遇袭的按摩馆 受害者的族裔和身份还没有公布 缅甸反政变示威活动持续延烧 随着军方加大力度在阳光部分地区实施军事管制 周一又有多个地方再度爆发暴力冲突 至少20人丧命 不间断的枪声 导致民众人心惶惶 大批居民周二纷纷逃离戒严区 导致连外道路挤满了车辆 国际疫情方面 欧洲疫情出现反弹 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 周二突破了90万宗 法国在过去24小时 再有20人入住加护病房 累计总数达到了4239人 创下了近四个月来的新高 在疫苗接种领先全球的以色列 截至13日 已经有59.3%的人口 完成了一剂以上的接种 最快有望在下个月起 被允许在户外无需佩戴口罩 另外 以色列卫生部门也计划 向完成疫苗接种 或感染新冠肺炎后痊愈的人 发放由政府颁发的绿色通行证 允许持有该证明的人 到认可这通行证的海外地区旅行 再度爆发疫情的香港 在健身房后 疫情如今也蔓延到了银行业 位于中环的汇丰银行大厦 就因为有三名工作人士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从3月17号起暂停营业 直到完成相关的检测规定 接着来关心最新的油价 因为大城堡清真市 一场大型的祈祷活动 引爆的大规模疫情 政府在2020年3月18号 史无前例地颁布了行动管制令 至今刚好届满一年 虽然我国的疫情还未平息 但如今几乎所有的行业 都已经恢复运作 市场逐渐恢复生气 新闻的最后一起从镜头来看 这一年来 人民习惯生活新常态的变化 我是小慧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